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辽宁南岸总经理李洪庆表示 周琦今天刚刚回国 我们还是先了解他的态度 是继续打NBA 还是回国打CBA 如果他决定回国打CBA 我们非常欢迎他能回归辽兰 尽全力与他签约 我们会与周琦进行接触了解他的态度 然后开始下一步行动 据报道 周琦并没有决定 继续打NBA 还是打CBA退一步讲 即便周琦有回国打CBA的意愿 在具体手续上 也存在不少阻碍周琦 目前没有合同在身 也没有任何一支CBA球队 在本赛季为他注册 早在2016年 中国蓝鞋曾在注册问题上 为意见连开绿灯 当时意见连加盟湖人为国 错过了 CBA注册期广东队向中国蓝鞋申请特事特办 经由其他19家俱乐部投票表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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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